不好意思,我們現在重新連接一下 開始囉 已經開始了 事故意外,還有人家,但能到 要事先預防 就不會出現49位犧牲者 如果可以事先預防 就不會有兩條生命,一車禍被鐵走 如果可以事先預防 那我們這邊切分成兩塊 那第一個,泰魯河事故很困難 因為我們在 大家知道,在四月 四月之後 差不多 就是在前陣子發生了一次很嚴重的泰魯河事故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量避免這種 焊石在突發生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一個 那 當有異物,黃金鐵道的時候 紅外線就會感應到 再來就是 這邊用顯示一個異物 那也會回傳到 所謂鐵路局的行控中心的主機 那我們 我們有透過營體之間的連結 真的有做出負面好的概念 那這塊就是 這塊就是 控中心的主機 那它會 它會比比叫 是因為說 沒有進行狀況 它比比叫來警示 人員要進行處理 那 假如說 我們超音波是 在一公里之外設計超音波 那 假如說 車輛經過那個範圍 且有 那就會叫它殺停 你看 它殺停之後 就會發生 嚴重的事故 那這邊的 這邊是列車的動力單元 列車的動力單元的話 就是 一顆N20馬達來模擬 模擬列車在運作 那列車運作到 運作到 運作到 螢幕前面 停下來的時候 N20馬達來模擬 再來就是 我們 我們這邊 使用到的是 使用到的是 韓式的 系統切割 那 那這邊 因為 剛才開啟檔案的時候 開啟檔案的時候 它有重新整理 所以 那個進捷有點亂掉 那 這邊的話 它就是感測 貼軌上有異物 然後再配合 網播訊息是為了 讓UI配合做反應 那 如果貼軌上有異物的話 貼軌上有異物的話 顯示紅燈 然後 並且跟 並且有 這邊 這邊是一個 一塊 LED燈 以及一個 光線感測器 由它來跟 所謂 所謂 行方中心的 主機組合同 那 行方中心的主機組合同 那行方中心的主機組合同 那 行方中心的主機組合同 那 接下來 我們 你們的話 因為 本來是 是用 溫緝度感測器 去感測所謂的 霧氣 那 因為現場的溫緝度 有些感測 所以 這邊用 這邊用 變速 變速的方法 來控制 方法 有些 離陸 完全 搞定 離開 遠足 離庶 離座 離座 離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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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第三集 時間到了 你們為什麼想要做兩個 不是的,做出一剩作 說兩塊板子嗎 不是,不是 因為你們做了兩個狀況 那時候是為什麼想要同時展現兩個狀況 因為我們兩個本身都是對鐵道有興趣 所以想要做泰魯的事故的部分 那又不覺得好像是坐鐵路不行 這樣好像沒有那麼說服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公路的部分 你們兩位怎麼合作的 你們兩位就是透過 我們一開始畫一下 這邊一開始畫出這一張流程 我們後來有把它整理起來 後來我們用半陀螺進行溝通訪 我們一開始畫一下 而且我們利用公益師玩 把流程變化 分工上咧 分工上怎麼做 分工 分工上的話 你們兩位的分工 就是我們畫出的 另外一些自己 然後再來就是 西民快速道路的部分的製作 然後還有一個 那它的話是主要負責接應體 接應體齊用 然後我們自己有辦公 然後再來就是泰魯的事故 就是這次 然後我們自己有製作一個 製作一個自我檢查的表 然後再來就是 給你口頭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作品的問題 做這個作品的目的是因為 因為它國家的公共安全 如果說公共交通工具 一直出事故的話 那 會造成 會造成 人們不相信 無人 不相信 不相信列車之類的 那 這樣子的話 就會造成更多人開車 造成汙染 風氣汙染 那 再來就是 車禍很容易造成家庭破碎 那 家庭 家庭美滿 社會就會吸引 然後 還有 鋸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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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 音樂 鋸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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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邊 城市 在 在 我們的音體上面 也有做貼注解 那 鋸鐵鋸鐵 鋸鐵鋸鐵 主要是在這上面 然後我們說使用的比較 比較 你那個西冰的話 只有農物的警示 對只有農物的警示 那有車上距離的開一塊 就是說 車上安全距離 不好意思並沒有 但是有做農物警示 然後會根據農物的濃度 來降公車 你剛剛最後這句話是有做到的吧 對 最後這句話是有做到的 給你稍微展示 那他的動畫上是有做的 來秀一下那個動畫 謝謝你 這個位屬性是指所謂犧牲者 謝謝你 ify that 哎呀 我看見他